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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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在一般中小学一年大约有100宗 不过随着认识的人多了 评估的方法又进步了 个案数字于是直线上升 根据教育局的资讯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评估论评论评论读写读写读写外的学生 他们的困难是更加是与生俱离和会有些认知的缺损 车楼锋 同买车 三万两只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例如一种调色就是填充的本身 学生要填一个词语在环线上 但那些学生就只需要填ABCD 有些就会是挖住重点词语 让学生容易明白 新史镇的 什么设施齐全 行吗 那做第二条先 稍微再坐 第二条 香港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老师会觉得 其实每个人 他读书这方面可能阅读方面不是那么厉害 不代表他整个人不行 每个人都有厉害的地方 你这方面不行 不代表你另一个方面不行 我们希望尽量帮到他 以至到他自信心不会受打击 他能够可以去到 这个学习阶段 继续很开心的学习 有动静的学习 这帮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想完一年由专家提供的课程之后 就要参加一个试验 同一班学生做同样的事题 之后两组的成绩会互相比对 结果显示 达标的学习学生人数 由最初的7%增加到28% 第三部分判断题 他们的进步都很令人鼓舞 但是现在的学校 都是他们要切一些货文 才可以加到这个部分下去 他们是不是觉得 愿意放下那些部分呢 所以变成我会觉得 未来的困难就是 再推展下去 再加上没有了我们 是否能够 学校能够认识 并且认受 有足够的资源去推行 前年张太太选择 帮家齐转去一间 功课压力没那么大的学校声读 不过 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 都是南亚裔人 要适应新的环境 两母子说 当初都经过一番挣扎 我看出了一些文章 发觉他其实不是用全国的方法 他自己会学到 不是这样抄十次二十次 或者不断念 不断念他会做到 帮忙 狐狸 要忍一些方法 适合他们去学 他们会比较容易记得那种字 帮 charming 词 Pam 不用你去寻 看你串几次 piano p.i.a.n.o 我打算了 雷 我可以玩中文字幕 我想在其他学障的妈妈 或者爸爸心目中 她的小朋友都不是有问题 不是有病的 因为我见到有些人 仍然有些人误导了 以为学障障碍的小朋友 是智障或者是弱智 就算她可能智障弱智 我也不应该去歧视她们 其实她学义户的情况 我可以这么说 给其他小朋友进度还要快 反而现在我会觉得 找回她的强项 令到她有着信心 你要明白就是 小朋友如果是有读写的 她在文字方面 一定是教为其他小朋友的信息 为什么还要在她的死穴 或者是要 很难去发挥到 自己能力的地方 还要去浪费时间 学习慢一点 理解能力弱一点 四年班校学期来自 真的确定了她是有 学习障碍之中的 读写障碍 而且是挺明显弱很多的 每一天上学 学校重复说一个 Message给你就是 You are not good enough 对家长来说 更加是一个打压 因为不断老师就跟你说 请你努力点 请你加倍努力 都是很辛苦 尤其是去到小二小三的时候 我很记得 觉得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好像机性差一点 为什么读都不懂 好像这里很明显 杰她就会读了个清字 享受就读了感受 狼辈她会读了狐狸 因为有个狼字 寶欣读中三 苏太说 女儿在读写方面有障碍 但是情况不算严重 寶欣小学的时候 苏太试过写信给校长 希望学校可以跟教育过的指引 在课程和考试的安排 做一些调色 让女儿在学习方面跟得上 不过校长就没有 接纳到她的要求 因为她相信是 equal learning opportunity 当时自己都很伤心 想不到一个校长是这样 当时自己都想哭想哭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校长 我说你不是equal learning opportunity 你反而是更加 没有给到learning opportunity 就是我的女儿 应该给哪个呢 三年前 苏太把宝欣送到英国读书 因为她知道 女儿留在香港 未必找到对她的学校 帮到她的学习 报英国的学校那时 她把女儿的评估报告 交给校方参考 对方的反应 令她很放心 她只说我们知道 没有什么 任何的孩子都会学到 很平淡的反应 令你觉得很舒服 她说多谢你的报告 我们收到了 会对我们很有用的 对我们的老师教 她会非常有用 环境的转变 其实没有帮她解决到 是解决不到的 好像我戴眼镜 我一生都要戴眼镜 我不会有一天会痊愈 但是你的环境的配合 就令到小朋友学习得来 就是轻松与不轻松 有没有自信 还是没有自信的分别 刘太 你好 我是香港特殊学习 障碍协会找回来的 我是苏太 偷到你的留言 有什么可以帮你 苏太参加了这个 由一班特殊学习障碍家长 自发成立的组织 一有空就去做义工 家长之间互相支持 根据学习学习家长 过去社会对学习障碍 不是很了解 经过十年来 他们向平机会 考评局 教统局等部门不断游说 才引起关注 争取到在小学得到资助 昨天东国区又有一名少年 因服食过量和我四月家中 今个月第三中 人物就是青少年 这个由社福机构搞的辅导班 在七年前开始 帮学长的青少年 应付会考 圣上中学之后 他们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但是政府在上个学年 才在中学提供资助 去年拨款之后 有些老师在外面买一些服务 反而教他们小学的东西 小一小二的东西 对学生来说 他们会逃避 他们不想被其他的同学 Label了他们 因为我们说小学和中学 是两个不同的教学层面 小学可能可以基础教学的模式 慢慢去帮他们打底 去帮他们建立 巩固他们的学习能力 语文能力 但是在中学 我们反而觉得资源 不仅是巩固他们的学习 或者语文 我们是需要帮他们 如何建立他们的自我形象 勞工及福利局 在2008年发表一份 《关于伤失青少年的报告》 发现在三百多个研究对象当中 四分一人原来有学习障碍 未来的发展 我们都很担心 如果政府不关注这个社会的需要 这帮学童在读书局过程里面 都没有一些帮他们的学习模式的话 其实他们将来的效果就会变为伤失了 这个小组除了是互相我们之间有些support 也希望发展在你们的就业 或者你们的学业上 都可以帮到你们 几个月前 由家长发起成立一个支活小组 让学习有障碍的青少年 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经验 Jason是小组的召集人 需要好好经历他 我学习成绩方面 就一定是差的 这样我觉得 所以 可能 因为成绩差 一来跟着又读书又不行了 跟着又没努力去学习 这几方面就令我不如去玩吧 跟学校说 宣传多一些 培训多一些这些老师 可以教到一些学生的学生 都要靠自己的政府 都帮不了我们的诚勿 我觉得 可能在会考上 再给更多一些调色 就是帮我们做 帮我们考好这些事 至少都对自己有交代 Jason说 小时候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特殊学习障碍 到他去到美国读书 才发现自己有齐了 五种学习障碍的症状 包括读写出现困难 语言表达 和对数字理解的能力差 以至到身体协调 和视觉空间的掌握 也都出现问题 对平时的生活 也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下楼梯 可能空间感差一点 下楼梯的时候 会很容易踩空一级 或者踩后半级 会满到 下楼梯一定要扶住 或者下到脚震震 手脚 可能肌肉不是太协调 变成打字时间长了时 肌肉的控制不太适合 例如写字的时候 一般人都要用手指 用力来写 但我的手指力就不太足 很多时候要用手腕 甚至用手臂的力写 当写得久就会很累 对于我们最大困扰的始终都是社会的认同 因为当你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这样需要的时候 你不知道社会或者你身边的人会对你有什么反应 Jason觉得香港对特殊学习障碍还没那么理解 所以迟迟都不敢回来找工作 去年回了香港 就去了爸爸一间公司帮忙 他说在美国生活 感受到两地对这个症认识的差距 大学的货本比较长 有时对于我们来说 看时都很累 他也提供了一个服务给我们 就是他可以 有人帮我们读了那个词书 然后给我们听 抄录士 我们抄不到录士 或者抄到自己都看不回 他就有一个很完善的系统 就是有一些保抄的同学去帮你抄 哇 很漂亮哦 我觉得小朋友成长就一定会有困难的 我们只要走好每一步 就会走到一条路出来的 知道吗 很棒 到青春期十几岁开始 其实那些人际关系 怎样和人处理 怎样看问题 其实很需要家庭 父母在那里 就是用身体 你作为一个身教的导师教他 所以其实去外国读书 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 我们学长的小朋友 也都是有另外一些问题会出现 他试过有一两次打电话给我 妈咪我可不可以回来读书 哇 我整个人都旦起了 是不是 聊完电话之后 静了下来自己都睡不着 去想为何要这样呢 香港作为这么先进的城市 这么有人才的城市 这么有钱的城市 为何我的女儿要和我分开 接着是美亚柳文堡厨具呈现 菜篮品味